在历时一年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 9月17号 有着上海母亲河之称的苏州河旅游水上航线开通市运营 航线首期全长约17公里 直大时长约两小时 它的开通意味着上海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冰水区 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坐游船畅游苏州河 一直是很多上海市民游客梦寐以求的夙愿 早年的苏州河一度黑如墨 臭如粪 让很多沿岸居民都恨不得尽早搬离河边 经过20多年的治理 苏州河终于重现久违的清澈 卓先生是市航游线首批的乘客之一 野生的白鹿和叶鹿 蒲苏 茅草等观赏花草 刚欣赏完河畔美景的他感慨 这是一趟生态旅游 连游船都是电动的 我们沿路看过来有野生的白鹿 还有叶鹿 觉得这可能也算是一种生态旅游吧 因为我们的游船可能也是电动的 可能减少这种城市的污染 听闻今日苏州河旅游水上航线开通 不少居住在周边的居民一早前来打卡 看激动 来了以后看到这个 以后要天天来 经常来 我居然是路过正好看见 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搞这么好 我在吃饭的时候 回过头来就是窗下 就是苏州河就这样 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就是 静水楼台 静水楼台先得月嘛 天天晚上来 71岁的朱老先生 打小目睹了苏州河被污染的全过程 如今看到治理之后 呈现的变化甚有感触 现在改造好了 走过路个都有心情停下来看一看 据了解 苏州河旅游未来将开设三种航线 一是适合组团游览的西环线 二是适合散客游览的东环线 三是适合休闲聚会商务的定制线 等待市运营压力测试结束之后 上海市民游客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选择十发码头 定制行程及配套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